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来一改过去低调的作风 频频的露面 自由亚洲电台综合报道 10月26号天津朱利亚学院校园路程 彭丽媛致贺信表示 这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台 中国天津市政府近日还举办研讨会 学习彭丽媛此逢贺信 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在11月11号和12号 分别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 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 有相关官员高校专家学者等等将近30人参加 相关活动将彭丽媛再次的推上媒体版面 另外11月10号 彭丽媛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 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书面专访 外界解读 彭丽媛接受信使的访问 是为丈夫习近平的脱贫政策 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进行背书 时事评论员李燕明分析指出 彭丽媛六中全会敏感旗高调的露面 接受信使杂志特刊专访 在央视一套晚间新闻 以第二条排序出现 政治排名形同第九常位 其实际权力地位只能更高 他更提问 这莫非是彭丽媛二十大将走到前台的征兆吗 不过前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 彭丽媛应该只是学习西方第一夫人的角色 做做慈善和文化事业 帮丈夫参与国际外交 要当政治局常委有个过程 要一步一步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没当过 怎么当常委 肯定要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麻烦 而且还会让世人联想到江青 蔡永梅表示 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 对女性政治家接受程度很低 何况彭丽媛只是歌唱家 演艺人员 中国社会里很难接受 文革研究专家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宋永一则分析 为什么刘少奇 康生 毛泽东 都逃不了这个怪圈 就是让夫人参与政治 他近日在台湾出版专著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 第九章 就专门的讲的是夫人签证 宋永一认为 习和毛一样就是有参疑症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 重要理论基础 是到处的怀疑刘少奇 贺龙等等的周边人搞政变 但是文革过去55年了 所有档案解密 没有人搞政变 只有毛泽东搞政变 独裁者走到最后 谁都不信 就会永夫人 宋永一还说 前阵子传出习近平女儿 为她设计公共形象 最典型的例子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 和他姐姐习乔乔 姐夫邓家贵 一起的讨论要如何安排政治局人选 军委人选 整个家庭会议记录在网路上被发表出来 他也没有跟正说明 若这是事实 就是把公权力私人化 把国家政治家庭化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北京时间16号上午 美东时间15号晚间举行视讯会议 万一前进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特别的向美国喊话 《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评指出 预计两国元首视讯峰会 也会给台湾问题一个重要位置 它将是本次会晤最大的难点之一 社评中承认 中国这几年不断地加强台海军事斗争准备 并辩解到 除了让台湾当局感受到战争的风险 正不断向他们靠近 这个世界还有能够让他们听懂台独是死路 他们在从事极其危险行径的语言吗 社评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深度红线 要减少中美发生战略对战的风险 美方必须从台湾问题上向后撤 展现收敛 他们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发难 造成了中美关系的根本性紧张 他们必须清楚自己做得很过分 中国无路可退 要让中美的力量保持安全距离 该向后卖一脚的只有美方 另外一个方面 南华早报也针对将登场的拜席会进行分析 指出拜登可能会在该场会议中屈居下风 纽约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古尔古耶夫表示 外界是拜登 比习近平更为歌派 这让拜登在战略方面较为不利 他表示道 人们倾向于认为 鹰派妥协比歌派更可信 或达成了更好的协议 另外一个方面 拜登才上任十个月 就面临到国内的民意压力 民主党在州长及市长选举中的表现差强人意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杭中英分析 习近平的地位更加巩固的同时 拜登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压力 以上两点 拜登的歌派形象与民调压力 将会使拜登在与习近平会晤上略显劣势 不过拜登在国际形势 以及经济方面仍然能够抢占优势 根据路透社报道 一项提高美国抗衡中国竞争力 而且为半导体生产提供迫切需要资金的全面性法案 今年6月份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两党支持顺利通过 但是之后在众议院的进度却停滞 要在年底前完成立法将会面临苦战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 而且白宫将美中竞争列为优先政策 但是众议院多位议员表示 他们希望提出众议院自己版本的法案 不考虑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另外民主党高层的一名幕僚 不愿透露众愿审理此一法案的时间表 只称还有一些需要化解参众两院起义的地方 而该法案卡关的时间点是十分的敏感 中国驻美使馆竟来传出 私下接触敦促美国企业界 出手协助阻挡美国国会当中的抗中提案 路透掌握的信件内容 警告美国企业的高层说 如果美国国会让那些法案过关 美气在中国的市占或盈利会因此而减少 中国驻美使馆发出信函给美国多人 要求他们反对今年六月份 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既竞争法案 以及美国众议院审议中的老鹰法案 路透证实有不同的人士收到的信函内容都相同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除了信件 中国驻美使馆人员与美气人士会面时 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 一名消息人士认为 中国方面的意图是要美国企业拖延法案过关 而非彻底的封杀 另外一名消息人士说 这等于是外国政府出面干预 外国政府或政党代理人 如果跟美气接触 依法应该要向美国司法部通报 受到中国信函者担忧 如果配合中国的要求去关说美国议员 恐怕会触犯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因此不愿意公开身份 在外电影述消息 直北京向香港地产商施压 以解决房屋问题一个多月之后 江卸任的香港立法会地产及建造建议员石李迁 接受商业电台专访时 直接地指出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为了解清楚就点明香港要在2049年或之前告别探房问题 他指引对方有否考虑港府要如何地解决 或为何有关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现年76岁的石李迁 1945年与澳门出生 在香港长大及接受教育 他曾经在澳洲短期的深造级工作 1970年回香港工作 2000年起出任立法会议员 是建制派政党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创会成员之一 其后四届都已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连任 石李迁总结议会生涯时指出 最感叹的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翻查数据 深层次矛盾最早由时任总理温家宝 2005年向新上任的特首曾英权提出的嘱咐 他5年后为这个嘱咐解话 指着是要求香港思考如何发挥极有的优势 保持和发展香港的国际中心地位和优势产业 加强与珠三角联系 以及香港人要包容共济凝聚共事谈结一致 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政治 在房屋问题上 他表示香港也有福利 医疗教育等等议题需要一并处理 又举例道 香港每年有平均5000名的长者 在轮后资助安劳素未期间去世 他反问领导人有没有去探望和了解这些长者 而这也不是石里谦首次发表与建制派相左的言论 他是建制派议员中少数可以与民主派议员沟通的人 被部分强硬的左派视作是不听话 与建制派议员公开发言只是指责黑豹不同 石里谦对反修例运动中有多名青年被捕入狱表示感慨 哈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近日发布民调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不到一年 支持率创新低下降到41% 不满意的比率甚至高达53% 6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上任已经10个月 却没有实施任何的建树 民调也指出相较于6月份时 仍有94%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拜登的施政表达满意 在最新的调查中持正面看法的民主党支持者只剩下80% 而且持有负面看法的大约有16% 强烈认同拜登的民主党支持者只剩40% 远低于6月份的70% 拜登政府除了面对支持率的压力之外 现在还传出政府总统之间存在嫌隙 CNN近日访问了将近36位曾经与贺锦丽共事的前后任助手 政府官员民主党特工赞助者以及外部顾问后指出 贺锦丽并无充分准备好担任副总统一职 同时定位也非常的不明确 而是被边缘化 贺锦丽也与身边数位之心好友透露 她觉得自身政治上能做的事情受到了限制 而这种对未来的政治野心 也让在副总统身边共事的人十分谨慎 就连拜登团队都勾度地关注贺锦丽的不忠诚现象 贺锦丽本人也试着处理与白宫特定部门不稳定的关系 身为美国史上所谓有色人种的女副总统 半死而来的是巨大的检验 纵使小错误也无法获得原谅 加州副州长库纳拉基斯是贺锦丽的老友 她透露道 贺锦丽对担任美国副总统一事感到相当的荣幸与自豪 身为白宫的二号人物 其工作是协助与支持总统 并且承担拜登交付给她的工作 她能做得更多 但是没有获得总统请求帮忙 这就是挫败感的来源 此发言明显地显露出 拜登与贺锦丽之间似乎存在沟通补良的问题 这就是挫败感的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